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给大家说明这个基础的重要性 就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 如果你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跟着我一起把这个前面几集的这个内容啊 用心的仔细的慢慢的去学习它的话 那么我后面的视频教程呢 你也许看几百遍 几万遍 你也无法领悟到这个基础的动作要领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平静下来啊 慢慢的把前面的这个基础给打好 这才是学习好乒乓球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